韓國瑜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 洞瀉 高漢唯一支持 鐵粉全台緊跟 撞無力氣 即便綠營猛酸 韓國瑜一樣穩守三成鐵票 韓國瑜凝聚藍營 基本支持群眾的這個比率 還算相當高 而且是幾乎沒有散過 從庶民 從基層到黨員 幾乎十個裡面有九個 都是挺韓國瑜 最近好幾家民調 都是蔡英文 柯文哲 郭台銘 輪流音 傳出就是各陣營 帶風向習民調 影響中間猶疑選民 反而凸顯出他們最怕的 就是韓國瑜 各種數據顯示 韓國瑜三成鐵票不會再低 郭王出走 柯文哲見苗頭不對 再露出狐狸一巴四處游離 更降低了郭柯王結盟公信力 統整近期數字分析 蔡英文支持度三成 韓國瑜也擁三成鐵粉 兩人互有領先 郭台銘得票率僅一到兩成 一旦柯文哲背書 藍軍不會投給郭柯 錢綠票或是韓磊投民進黨的 反而可能轉移 蔡英文支持度將低於三成 藍軍歸隊加上原有韓粉 韓國瑜仍以三成五支持度勝出 國民黨最後這個三成的鐵粉 再加上我剛剛所講的其他的因素 就是大家不能再讓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不見了 然後再加上海外僑胞的支持 我相信這一次 我們一定要對年底的勝選 非常有信心 藍尾點出郭王若真要出走 千萬不用焦慮 因為韓國瑜顧票能力強 手足鐵票再挖中間選票 撒卡都依舊是韓勝出 記者黃亦凡 溫文軒 台北報導